1993年10月25日 刚刚上任不久的古巴大使徐一聪 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 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断了他的日常工作 当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 卡斯特罗主席办公室给我打电话 说卡斯特罗一听说你希望见到他 他问我今天晚上10点钟 我能不能到他办公室去 那我当然非常高兴 就答复他我一定会真实到达 早在几天前 徐一聪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即将对古巴进行访问 和卡斯特罗的见面 就是为了磋商这次访问的相关事宜 除此之外 对于徐一聪来说 能够见到卡斯特罗 也是他非常期待的事情 徐一聪前中国驻古巴大使 一身橄榄绿一脸美求然 是卡斯特罗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对于徐一聪来说 卡斯特罗不仅仅是中国的朋友 更是他一生的知己 谈到古巴嘛 就必然会谈到卡斯特罗 因为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 创建者 建设者 也是一个捍卫者 他本身的经历是一部传奇史 他为他的国家的独立 为他的国家的人民的尊严 为争取独立 为争取主权 进行了一辈子的斗争 他说的讲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 见到这么一个风云人物 一身橄榄绿一脸美求然 是卡斯特罗在各种场合几乎始终不变的容装打扮 可是真正吸引徐一聪的 还是卡斯特罗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整个西班图坚持跟我们一样的社会主义四个思想基本原则的就是古巴 现在卡斯罗在世界上有很高的一种威望和地位 古巴得到世界上广泛的这种承证 正是由于古巴和古巴的领导人 长期坚持这样一些捍卫国家主权独立 自主发展的这样原则的形成 这次江泽民访问古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为了保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顺利进行 徐一聪按照约定早早地来到了卡斯特罗的办公室门前 那是我第一次同卡斯罗这个谈话 而且谈话的主角就是我们俩人 我也考虑嘛 当然见面作为大使 跟一个住在国的元首一样谈话 总要表达一些作为大使的 向他表示问候表示敬意 我还考虑 我想跟他讲一讲 多年来我对他的一种了解和一种基本的感情 然后一见面 他就跟我说 听说你们国家主席的先前主已经到哈瓦那了 你不是在跟他们一起吃饭吗 你怎么跑就这么快就跑到我这了 面对一个革命了半个世纪 曾遭遇638次暗杀的传奇英雄 卡斯特罗那老朋友一样的开场白 让之前对于初次谈话精心准备的徐一聪 已知不知所措 后来他就还没等我答话 就过来扶着我的肩膀 领我到他的办公室 就坐到他自己办公旁边的一个沙发上 我们在那谈话 随后他就接着就问了我 关于江主席访问联系的情况 然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中国革命历史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方面的事情 卡斯特罗应接不暇的问题 让徐一聪不禁回想起1989年 第一次来古巴时 自己曾好奇地问钱其琛的翻译 卡斯特罗和钱其琛都聊了些什么 翻译的回答是十万个为什么 就在这时 卡斯特罗的一个问题 拦住了徐一聪 他说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 他说你们 这个解放全中国过长江的时候 在长江沿线有三个指挥部 有三个前线指挥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三个指挥都是谁 我对这个确实没有准备 也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当时的这个我就跟他讲 我说司令我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答复你 我回去查一查 然后我告诉你 他说啊 这三个指挥 你用不着找我 我可以告诉你 卡斯特罗对中国的了解 让徐一聪大吃一惊 时间在一温一达中很快过去了 徐一聪深深地感到中国和古巴的亲近 来之不易 对于未来大家都充满了信心 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 出于外交礼节和对卡斯特罗身体的考虑 徐一聪提出了告辞 他说我光注意跟你谈话 我想你提问题了 我还忘了清理喝茶 我知道有中国茶 所以咱们是不是喝点吧 所以我还有一点茅台酒 咱们也可以来干一杯 因为第一呢 国家主席快来了 预祝他的访问成功 第二呢 也说我们仅仅认识 所以我跟他一块 喝了一点茅台酒 喝了一点茶 他才把我送到这个大门口 卡斯特罗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态度 顿时拉近了徐一聪 和这位传奇英雄的距离 这让徐一聪感慨不已 中国和古巴之间 那段最初的岁月 也浮现在眼前 1959年1月1日 32岁的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 推翻古巴独裁政权 在革命胜利初期 他曾说过 如果没有1949年的中国解放 就不会有1959年 古巴革命的胜利 卡斯特罗马从上个世界50年代 就开始领导古巴进行武装斗争 学习的外国领导人著作之一的 就是毛泽东的这个文章 特别是这个毛主席啊 关于游击战争的一些文章 同样的革命传统 同样的社会主义理想 让中国人民之间 有一种天然的情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国际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 古巴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1960年9月28号 这个古巴呢 在哈瓦那广场上 有一个很大型的 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的集会 结果在那次集会上呢 他突然向参加这个大会的 这一百多万古巴人提出了一个动议 讲是不是应该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然后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群众呢 就很自然的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是应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信息呢 当然很快就传到中国了 中国们当然也希望 从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发展这个外交关系 正常的关系 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 双方呢就进行了建交谈判 很快就达成这个协议 中国和古巴建交以后 1960年11月 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 代表古巴访问中国 中国两国关系也逐渐亲密 中国1960年建交以后 有几年呢 前几年关系是比较不错的 双方交往比较多 双方双方支持也比较多 这个中国曾经帮助古巴 培训过一些这个人员 包括一些技术工人 包括一些空军的驾驶人员 后来呢 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 中国关系呢 出现了一个一段 不太很正常的时间 1960年7月16日 苏联单方面通知中国 终止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撤离全部专家 中苏两国关系破裂 同年 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 在古巴艰难的时刻 苏联加紧了对刚刚成立的 古巴革命政府的援助 当时古巴全国的进出口贸易 几乎全部要依靠苏联 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和前苏联 在意识形态方面 出现分歧的时候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各有取舍 古巴们我们刚才谈到的 它是比较赞成支持 前苏联的一个观点 这么呢 它就对中国形成了一种 叫歌河也好 或者是警惕也好 反正对中国们 有些不太赞成的意思 意识形态的分歧 让中国两国逐渐疏远 在对外宣传上 两国间仍然以同志相称 除了正常的外交召会 两国的高层领导人 也保持着良好的往来关系 当一场新的风暴来临时 中国两国也彻底疏远 我个人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们自己叫它十年斗 对中国同很多国家的关系 造成的影响 是很坏 很消极 这个呢 也是引起 这个古巴人 对中国 某种疑虑的 一个原因啊 1980年代 苏联的改革派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 突然改变国家发展战略 大幅度减少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 这直接导致了古巴 外汇收入的急剧下降 国内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以前嘛 在跟前苏联 东欧国家关系好的时候 在这些国家的帮助支持之下 它发展了很多工厂 主要原料是靠这些国家提供 市场也给这些国家提供 现在情况变了以后 这些工厂都停在那了 很多都关了门的工厂 机器设备都是好的 此时 刚刚经历风雨十年的中国 逐渐走出阴霾 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以一个全新的姿态 面向世界 我们经过十年动漫以后 需要不乱干政 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1978年代开始改革开放 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需要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我们同很多国家的关系 也需要有一个整理 思考的一个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 引起了古巴最高领导人 卡斯特罗的注意 古巴的未来 也成为他思考的问题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吧 双方在有些来往的 韩建人方面 直接交往的提法称呼方面 就更加自然一点 不像前一段时间 那么紧小声为 后来就 虽然都很谨慎 也很小心 但是毕竟呢 就说是开始对对方 这个认识上有一些变化 一直到后来 1988年底 这个 双方们出现了 都表现出来 希望改善关系的意愿 1989年 钱齐琛代表中国访问古巴 这是自中古建交后 冷淡23年后的首次访问 那也是徐怡聪 第一次踏上古巴的徒弟 1989年的六月 当时中国外交部长 钱齐琛 决定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 那次是前外长 当任外长以后 首次闯拉美 也是中国政府 为了改善 和古巴关系的 一个正式的步骤 对于刚刚摆脱贫苦阴影的 中国人来说 古巴人民的境遇 引起了徐怡聪深深的同情 但让徐怡聪感受更深的是 古巴人民在困境中 所表现出的坚强 他老百姓生活很苦 他对内地要裤腰带 但是他们很乐观 老百姓喜欢唱歌跳舞 你只要有音乐一听 他都会跟着哼哼就动起来了 因为古巴情况很穷 我跟人家讲过 有几项东西 你在街上看不见有人捡垃圾的 看不到有人要饭的 1980年代苏联国内开始进行体制改革 对于与苏联贸易额 占到国内贸易总额80%的古巴来说 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 而中国经过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的魔力 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卡斯罗作为古巴领导人 对那次访问非常重视 他亲自为前外长举行的招待会 随后同前外长进行了将近九个小时的会谈 因为我是前外长的主要配同人员之一了 所以我参加了所有的那些活动 在这样一种政治意愿的基础之上 两国关系有了新的进一步的加深加强 后来钱其琛形容这次访问是一次破冰之旅 随着中古关系的复苏 古巴人民对于恢复因苏联减少援助 而低迷的国内经济充满了希望 当人们沉浸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 谁也没有料到一场震惊世界的变故来得如此突然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 苏联解体 解体后的苏联停止了对古巴所有的经济援助 1993年 之前三年吧 前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然后古巴呢 从前苏联以及东欧其他 那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就全没了 所以它的贸易额呢 就急剧地下降 几乎到零的程度 古巴因为长期受美国封锁 本来经济上就有困难 苏联解体困难程度就更加严重 所以古巴把那段时间自己称为特殊困难时期 1993年9月 徐宜聪调任中国驻古巴大使 一个月后 徐宜聪接到了江泽民即将出访古巴的通知 历经国际形势的变换和时间的考验 中国和古巴终于在1993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1993年11月21日 一架来自中国的飞机降落在古巴的机场上 江泽民抵达哈瓦那 对古巴进行为期一天的国事访问 江主席从飞机场下来 也是跟他说坐一个车上 再下来以后江主席在汽车上 还给卡斯特罗唱了一个美丽的哈瓦那的一首歌曲 卡斯特罗还感觉到很好听 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歌 访问期间江泽民参观了古巴的工厂企业 并与卡斯特罗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从江泽民步出飞机 到目送江泽民的专机离开古巴 卡斯特罗一直全程亲自陪同 这次访问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重点 是双方就社会主义问题的一个谈话 卡斯特罗主席后来跟我讲 江主席给他管一讲 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是给他上了一档课 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 社会主义以及特点 也坚定了古巴 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这个我认为 应该是那一次访问的一个非常 对中国和古巴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江泽民访问古巴以后 徐宜聪更加忙碌了起来 涉及科技 农业 能源等各项领域的 合作协议纷纷签订 仅仅一年时间 古巴的贸易额度就提升了15% 而中国领导人的书籍 也成为了卡斯特罗必读的内容 古巴共产党曾经把中国改革开放的 全部这个文章决定文件 翻译成西班牙文 汇编成两个厚厚的 中国改革开放文件集 发到全等中高级领导人来去 古巴党政府 卡斯特主席本人 对中国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视的 是希望全面了解的 古巴紧随中国一步步走向开放 随着徐一聪对古巴了解的不断深入 许多当地的官员也和他成为了朋友 有一次会钱我就跟他们联系 我说你们到时候都来能不能到我这来 因为我以前都分为到他们那去过 跟他们都比较熟 所以这身为书籍的省长就很高兴 他说家 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 请他们一半的人到市场里去吃饭 结果这个宴会以前呢 他们正在卡斯特主席那儿开会 后来呢好几个省委书记告诉我 他说我们在那儿看表 总司令 他们叫卡斯特主席在总司令 问我们说你们不安心开会 干嘛老看表 他们说我们就告诉他了 我们要到徐大使那儿去吃饭 时间到快到了 他又比较着急 他说你知道卡斯特主席给我们说什么吗 他说徐大使的饭你们必须要去吃 我们现在散会 你们去都去 一个让省长们畏惧的国家领袖 居然为参加中国大使的晚宴 而打断了会议 后来省长们经常跟徐一聪打去说 还是你面子大 这个我就说呢 他也还是希望这些事 这些他们那些地方官员们 能够至少从使馆 从我这儿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方面的情况 所以还是给他们有这样一种机会 古巴重视中国的经验 希望全面了解中国的经验 1991年古巴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 1993年古巴开始发展私营经济 培植自由市场 1995年古巴政府对外资开放部分领域 随着古巴的不断改革 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断增长 古巴国内的经济也逐渐好转 我今天看到一个媒体人 古巴一位领导人有过这样的讲话 这个绝对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也可以让一部人先富起来 古巴现在也在开始实行 这个安劳分配 多劳多德 有些地方也在实行承报 1995年7月 须一聪在古巴的任职到期 此时卡斯特罗正准备对中国进行访问 须一聪作为古巴大使的最后一项工作 是在中国进行的 代表祖国对卡斯特罗的欢迎 却是他个人与卡斯特罗的告别 我是在白云机场 卡斯特罗主席专机的旁边 给他做最后告别 我告诉他 我说我在古巴的人气 到现在而此结束 这个新大使即将就相认 我跟我想你告别 2008年 卡斯特罗病情恶化 病榻上的他 辞去了古巴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徐一聪在电视中看着病床上 13年未见的卡斯特罗 他的手边是来自这位老朋友 13张沉甸甸的贺年卡 对于徐一聪来说 这些贺年卡 代表的不仅仅是 他和卡斯特罗的私人友谊 更多的则是卡斯特罗 对于地球另一端 这个兄弟国家的那份特殊情感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三万活气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 那么多的则是可以 我们下期见的